大家好 我是高登仔 踏入2022年 MIRROR的氣勢也沒有減過 特別是姜濤 有報導說 剛剛踏入2022年1月1日 在西九跨年的城市 MIRROR在這個演出 其中姜濤這個人氣王 也是成為表演之中的重點 原來在表演之中 姜濤偷問年 笑著打開樂文 新年願望脫口罩去旅行 原來在西九跨年表演 MIRROR壓軸出場 12次換上特別鮮艷色彩的服裝 配合新年氣氛 並且連續唱了12和BOSS兩首歌 掀起全場的高潮 說真的 他們不用唱歌 12次一起出現 都掀起在場的高潮 然後 演唱會期間 情緒高漲的姜濤 突然間 很開心地 重心大發 貪玩地搭著LIN的肩膀 再石面 得逞之後 就彈開 LIN開頭都嚇到 最後才會大笑 很開心 我們可以看到姜濤 其實也是一個天真 和很純品的人 在演唱會也不怕 記者拿著相機拍攝 互相逐學氣氛 大家支持 大家看見 根據報道 他們在西舊 唱完兩首歌曲之後 12次一起祝賀大家新年快樂 希望在2022年 大家有一個更快樂的一年 政隊長和副隊長 Lokman和Anson Cod 就一唱一和 指2021年 閃眼已經過去 2022年 處一聲 閃眼已經開始了 在訪問之中 就問及成員有什麼 新年願望 Tiger 就肅先表達想唱歌和演戲 成員立刻起控 就說要考去演戲 要求Tiger 立刻做個開心樣子 Tiger不單止成功過關 還贏得全場的尖叫之刺 那麼 然後 訪問之中 也有說 Lokman和Jer 希望能夠 日後脫下口罩去旅行 希望明年12次 可以一起去旅行 搞多些戶外活動 和粉絲見面 那 黃德志 和志德 承諾 會不斷進步 大家希望 對於MIRROR 繼續支持 和保持熱情 最後 Lokman 表示 MIRROR 要以一曲 去多謝大家 和希望大家一起 向著2022年的進發 希望大家 能夠多多支持MIRROR 那麼 看完這次的西九跨年之後 其實今年 就有兩個 跨年的表現 一個 以MIRROR為主導的西九 另一邊 就有TVB那邊 做 有各副成體 其實我自己覺得 高登仔 兩邊 都覺得 精彩的 但是 當然 人就不能夠分身 去兩邊 我自己 最主力 就看了 西九 MIRROR ViuTV 居辦這邊的 跨年度 演出 當然 很多鏡粉 就紛紛留言 他們都會 去支持這一次 跨年度比賽 就是跨年度表現 大家都會去這邊看 我們看看新聞 接下來 繼續有沒有什麼進展 就看看這兩次 跨年表現 究竟 哪一個好看 大家看 有什麼心趣 我高登仔 就繼續收集資料 如果有機會 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這兩次 西九 跨年 和TVB 跨年 互動的消息 比較一下 大家 哪個好看 OK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以及 訂閱我的頻道 去我的後備頻道 到GOLDENBOYS LIVE 那裡 多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GOLDEN仔 踏入2022年 MIRROR的氣勢也沒有減過 特別是姜濤 有報導說 剛剛 踏入2022年 一月一日 在西九跨年的城市 MIRROR在這個演出 其中姜濤這個人氣王 亦都是成為這個 表演之中的重點 原來 他在這個表演之中 報道就說 姜濤就偷問LIN 笑著打開LOCKMAN 新年願望 就脫口罩去旅行 原來 在這個西九跨年表演 MIRROR就壓軸出場 十二字 換上特別鮮艷色彩的服裝 配合新年氣氛 並且連續唱十二和BOSS 兩首歌 掀起全場的高潮 喂 說真的 他們不用唱歌 十二次一起出現 都掀起再場的高潮 跟著 演唱會期間 情緒高漲的姜濤 突然間 很開心地 從心大返 貪玩地 搭著LIN的肩膀 在石面 得逞之後 就彈開 LIN開頭都嚇到 最後才會大笑 這樣 就很開心 這樣 跟著 我們可以看到姜濤 其實也是一個很天真 和很純品的人 在演唱會都不怕 記者拿著相機拍攝 互相逐學氣氛 大家支持 大家看見 根據報道 他們在西舊 唱完兩首歌曲之後 十二次一起祝賀大家新年快樂 希望在2022年 大家有一個更快樂的一年 政隊長和副隊長 Lokman和Anson Cod 一唱一和 指2021年 眨眼已經過去 2022年 處一聲 眨眼已經開始了 在訪問之中 就問及 成員 有什麼新年願望 Tiger 率先表達想唱歌和演戲 成員立刻起控 說要考去演戲 要求Tiger 立刻做個開心樣 接著Tiger 不單止成功過關 還贏得全場的尖叫之刺 接著訪問之中 也有說 Lokman和Jer 希望能夠入口 脫下口罩去旅行 希望明年十二次 可以一起去旅行 搞多些戶外活動 和粉絲見面 黃德志 胡濟和志德 承諾會不斷進步 大家希望對MIRROR 繼續支持 和保持熱情 最後 Lokman表示 MIRROR 要以一曲 多謝大家 和希望大家一起 向著2022年的進發 希望大家 能夠多多支持MIRROR 看完這次的西九跨年之後 其實今年有兩個跨年的表現 一個是以MIRROR為主導的西九 另一邊是TVB那邊做 有各副成體 其實我自己覺得高吞仔 兩邊都覺得精彩的 但當然人不能分身去兩邊 我自己最主力看了西九 MIRROR ViuTV居辦這邊的跨年度 演出 當然很多鏡粉 就紛紛留言 他們都會支持這次跨年度表演 大家都會去到這邊看 我們看看新聞 接下來 繼續有沒有什麼進展 就看看這兩次跨年表現 究竟哪一個好看 大家看到有什麼心意 我高吞仔 就繼續收集資料 如果有機會 就跟大家分析一下這兩次 西九跨年和TVB跨年 互動的消息 比較一下大家哪些好看 OK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去我的後備頻道 Golden Boys Live 那裡 多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高吞仔 踏入2022年 MIRROR的氣勢也沒有減過 特別是姜濤 有報導說 剛剛踏入去2022年 1月1日 在西九跨年的城市裏 MIRROR在這個演出 其中姜濤這個人氣王 亦都成為這個表演之中的重點 原來 他在這個表演之中 報道就說 姜濤偷蜿蜿蜿 顧著彈開Lockman 新年願望就脫口罩去旅行 原來 在這個西九跨年表演 MIRROR押足出場 12字換上特別鮮艷色彩的服裝 配合新年氣氛 並且連續唱了12和BOSS兩首歌 掀起全場的高潮 說真的 他們不用唱歌 12字一起出現 都掀起在場的高潮 然後呢 演唱會期間 情緒高漲的姜濤 突然間 就很開心地 從心大發 貪玩地搭著Lin的肩膀 在石面 得逞之後 就彈開 Lin開頭都嚇到 最後才會大笑 這樣 就很開心 然後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姜濤 其實也是一個很天真 很純品的人 在演唱會也不怕 記者拿著拍照相機拍 互相逐渴氣氛 大家支持 大家看見 那 根據報導 他們在西舊 唱完兩首歌曲之後 12字一起 祝賀大家新年快樂 希望在2022年 大家有一個更快樂的一年 正隊長和副隊長 Lotman和Anson Cod 一唱一禍 指2021年 眨眼已經過去 2022年 嘴聲 眨眼已經開始了 在訪問之中 就問及 成員有什麼新年願望 Tiger 縮先表達想唱歌和演戲 成員立即起控 要考去演戲 要求Tiger 立即做個開心樣子 然後Tiger 不單止成功過關 還贏得全場的尖叫之詞 在訪問之中 也有說 Lotman和Jer 希望能夠 入口脫下 口罩去旅行 希望 明年12字可以一起去旅行 搞多些戶外活動 和粉絲見面 黃德智 承諾 會不斷進步 大家希望 對MIRROR 繼續支持 和保持熱情 最後 Lotman表示 MIRROR 要以一曲 去多謝大家 和希望大家一起 向著2022年的進發 希望大家 能夠多多支持MIRROR 看完這次的西九跨年之後 其實今年有兩個跨年的表現 一個是以MIRROR為主導的西九 另一邊是TVB那邊做 有各父成體 那其實我自己覺得 高登仔 兩邊 我都覺得 精彩的 但是 當然 人就不能夠分身去兩邊 那我自己呢 最主力 就看了西九 MIRROR ViuTV 舉辦這邊的 跨年度 不出的 當然 很多鏡粉 就紛紛留言 他們都會去支持這一次 跨年度 比賽 即是跨年度表現 大家都會去這邊看 那我們看看新聞 接下來 就繼續有沒有什麼進展 就看看這兩次跨年表現 究竟哪一個好看 大家看有什麼的心意 我高登仔 就繼續收集資料 如果有機會 就跟大家分析一下這兩次 就是西九跨年 和TVB跨年 互動的消息 比較一下大家 哪個好看點 OK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以及 订阅我的頻道 去我的後備頻道 Golden Boys Life 那裡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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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